很久沒聽到熟悉的地鐵聲 日本過馬路提示音 國人愛去日本 國內老闆們知道 水泥老企業轉型 跑去沖繩開飯店一起賺 走五星定位 家型飯店 平均每晚房價落在3000到6000 冬天淡季更優惠 台幣兩三千塊有機會住 五星飯店觀光景點這價格 也者說 因為現在疫情解封 大家玩價格戰 先搶人再說 除了日本沖繩的嘉欣 還有國內精華集團旗下傑司旅 也跑去觀光順地大阪開飯店 房門打開 日本飯店常見小巧溫馨路線 新齋橋傑司旅預計三月開幕 部分的日子限定優惠搶客 推買一送一 一碗日幣3750 台幣900有找 強打交通方便 飯店走出去實測 走路3到5分鐘 難道新齋橋熱鬧吃 不過相比台灣傑司旅 雙北各區價格 平日落在2000到4000 現在不管是哪一個City 面臨的不管是通膨 或是成本墊高 或者是缺工的一個 這些狀況 其實都是在發生 即便如此 民眾還是能選平日 價格相對低 以新齋橋傑司旅來說 再來大阪櫻花季 房價就會變高 玩浮動房價 台北也是 五星飯店們 都會自動設定住房率 達四成 六成或八成 需求增加時 價格就變高 而台灣 像是在台北市 很多的四星五星飯店 它們都是浮動房價的關係 所以好比像目前正在舉辦的 台灣燈會這裡 東區新一區 很多飯店的房價都會比較高 從訂房網看 WHOTEL平日現在9000起 假日破萬 韓社愛美平日9000起 甚至有幾天 住房比較滿要1萬1 過去疫情間 5000有找住 五星飯店已經不可能 很為一線城市 台北價格馬上衝高 或許就如業者說 經營成本高 TVS新聞張明如 日愛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